西红柿的侧枝 牵插的这几颗西红柿 百分之百的成活了 朋友们好 今天又是个大晴天 前一阵儿搅的西红柿 下边的侧芽 都长得这么大了 种西红柿有最机会 西红柿的底部太多 而且西红柿底部的 如果结了西红柿 它会坠在地上 也非常脏不干净 前一阵儿搅的枯叶老叶 都现在这个又长得这么大了 所以今天我也需要 把它再搅掉 然后前一阵儿留的侧芽 你看它们都长得很大了 尤其是这一颗 长得这么大了 这种呢 因为它非常的低 将来会影响 这颗植树的通风 在一个呢 西红柿长得非常低的后 它也会不干净 尤其是种在地上的 因为这颗还好种在盆里边 所以还有关系不大 种在地上像这种的 留起来以后 它就非常影响通风 还会容易染病 所以我今天要把它搅掉 搅掉拿着扦插 如果你准备要用你的侧芽来扦揉幼苗 一定要剪之前 首先当然了 要把剪刀清洗干净 再一个要准备一杯非常干净的水 放在你的座的旁边 你可以剪 剪掉以后 马上把它插在水里边 这颗我不留 这个我也不留 因为这颗西红柿是 Tomato Anana 是一颗Palebole tomato 所以我就买了一颗 我就会多一起拿着牵插 马上放到水里边来 这颗西红柿的组织上 它已经长了两个非常粗壮的侧芝 非常粗壮的侧芝 这种情况下呢 像这样的小侧芝 我就不打算留 这样的小侧芝 它只要长了两个叉 一二上面还有叉 这样的侧芝 都可以拿来牵插 都会成活 一定要在太阳天 然后马上放到水里边 这颗侧芝呢 就稍微有点小 它长了一个叉 这种就不 你牵插以后就不会成活 所以这一只呢 我打算让它再长一长 再把它剪掉 下边这两颗大侧芝 下边的小侧芝 我最后都要把它剪掉 因为如果你不需要牵插 你就现在就可以剪掉 因为我要保留拿来牵插 我就今天就不剪它 这个老叶要把它剪掉 剪掉的老叶也是千万不要随便生 一定要剪的放在一起 扔得远远的 现在这还有两个小侧芽 这是一个 因为它们太小了 作为牵插还太嫩 所以我打算让它们长一长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牵插 这两个要把它剪掉 这样底部就完全是通风的 所以遇到下雨天比较多的时候 西红柿也不会染病 我将来就会保留这两个大主菜就够了 因为现在是上午11点 等到下午它们的伤口晒干以后 也可以给它底部 可以培上土 培得高高 培得更高一些 这颗西红柿是我种在地上的 不是种在花盆的 一只西红柿 你看也长了非常多的侧芽了 因为一直下雨 所以没法修剪掉 如果说你不留了牵插的 这些侧芽 你都要把它修剪掉 一定要留住根部 这块有个通风用 所以我要留着剪侧芽 先让脑袋剪掉 把这侧芽 剪下来 马上插到水里边 都是要马上插到水里边 所以你搅的时候 旁边一定要随时 要准备一个干净的水杯 搅下来 插在水里边 这一个 你搅下来 插在水里边 这棵种在地上的黑西红柿 你看它们已经开花了 长了非常多的侧芽 因为我要需要留种这个侧芽 所以我就没剪 其实早一点剪 它可以长得更高一些 同样的把它剪掉 马上插在水里边 我找了三株不同的品种 所以我用了三个玻璃瓶子 把它分开来插放 如果你混在一圈 到时候你都分不清哪个西红柿了 西红柿侧芽 搅下来以后 一定要在一个小时以内 把它处理 把它离在盆里边去 你像这颗 这三个 都非常好 非常壮的西红柿侧芽 你看它们 像这样 你搅下来以后 你不能说这样我就去牵插 你一定要处理 你先要把它处理 然后要在阴的环境里边 不要在大太阳下面作业 先要把这个小侧芽 给它多搅掉一些 然后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上五毫米 五毫米的地方 千万不能留这么长 留这么长 就发芽 可能会死掉 所有的牵插 其实都把握五毫米 规律 所以我这块 基本上很多的花卉都是牵插 去年我牵插了姑娘果也都成活了 今年我还打算到时候牵插茄子 五毫米 然后把这个枝芽剪掉 因为它太多了 还会吸收太多的养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也是 搅掉 五毫米 这个 这么大一场劲 千万不要觉得心疼 也是一定 一定要在这个 有这个结瓣的地方 的五毫米把它搅掉 搅掉 五毫米 五毫米 这个太多了 因为太多的枝叶 它会去吸收养料 这样就行了 所有的三种西红柿我都修剪完毕 都是好好 这样的 都是一个根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些叶子一定不要随便扔 也要把它集中放在一个地方扔掉 咱们就可以去牵插了 这个种在土里边了 土呢不要全部用买的土 一定要用一些花园里边土 或者田地里边的土 因为这样的土 它用的时间比较长是熟土 用于烧植物的根 再用一些买的土 以前买的土 它都是肥 完全用这个土 一是它不驱水 水都在表面浮掉 再一个呢 它有的肥 你买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发酵 没有完全发酵 它会在你的盆里边去发酵 发酵那就会去伤害植物的根 所以我一般的会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或者它们充分的拌匀 它们装上这种 花园那边土 一边是买的肥的这种土里边 然后装在盒子里边 然后底下要有这种可以沉水的这种盒子 放进去 插的时候左右摇晃 就让这个洞稍微大一些 哦 买的 买的 哦呀呀 You're interesting We grow tomato 我家猫真有兴趣 Are you growing finger 瑶瑶 不同的种类 自己要清楚 一定要把它吃 深深地放在里边 多一些结瓶在里边是最好的 多一些结瓶在里边是最好的 埋土的时候 一只手提着一点 它往上提一些 然后把土埋上 再按10就可以了 再按10就可以了 一只手提着一点 然后呢 轻轻地把它们周围给它按10把土 为什么要提一下呢 因为根部这样它到时候 非常松软它的旁边的土 种好以后 如果有的土比较低 因为你压下去还是低 你就可以再培一些土进去 再次配好腿 把它再压实 全部种好了 给它们再浇上定根水 我呢愿意一个一个的浇 因为用花撒浇的话 上面有时候可能有的就没有浇到 就是一定要让这个水浇下去以后 渗到下边去 那样就说明浇足了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 下边是个可以接水的盘呢 因为水可以渗在里边 然后它会自己会 一直是保持这个潮湿的状态 底下一定要让它水积在这儿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种好了 然后就把它放在花银梁的地方 第一天种的一定要放在银梁的地方 以后过了三四天以后 你可以放在花银梁的地方 你看它下面都有水积在这儿 这样它就不会干 去年因为我六月份才嵌插它 七月份我才移栽到湖边去 接了好多好多 像浇完水以后吧 它可能有点有点歪 你可以稍给它扶一下扶正一下 这样就行了 等到两个礼拜以后 基本就长根了 你可以移栽到别的地方去了 两个多礼拜以前 我修家里的西红柿的厕枝 牵插的这几颗西红柿 全部成活百分之百的成活了 包括这两个 两个是两个 两颗的也都成活了 今天我把它种到湖边的地里边来 本来是不打算种的 可是觉得挺可惜的 就种上吧 湖边的西红柿 牵插的西红柿 就是完全进入了成熟期了 今天是9月21号 牵插的这颗樱桃西红柿 挤了好多 这一颗 是9月21号 是9月21号